今日,互联网上出现一则消息,题为83岁谢贤血液愁如粥,深夜脑梗走了,谢霆锋和妹妹大哭,真正在病房不能出现,吸引超高的点击率。 但直到该条消息疯传,媒体圈才反映过来,好几家港媒向当事人谢贤求证,结果谢贤本尊很快便接了电话,并表示我很好。 记者跟谢贤闲聊,问最近在忙什么,会否再拍戏,谢贤表示,不会啦,除非有合适的,问到有没有交到新女友,谢贤笑说,我被女友们抛弃了。 另外,好些找不到谢贤的人改为找谢霆锋的经纪人,英皇娱乐高层霍文希求证,霍文希也带谢贤报平安,表示他非常健康的跟朋友在吃饭,所以不用担心。 其实,早在2016年,谢贤已经被传车祸身亡,但83岁的他比同龄人更显年轻,精神状态也很好,至今仍然活跃在荧幕上。 今年更加可以用多产来形容,他今年年初不但客串贺岁电影《恭喜八婆》,又参演电视剧《法阵先锋4》,早前更拍摄林家栋监制的电影《杀出个黄昏》,跟著名夜语片女王冯宝宝合作。 该片几天前杀青,谢贤更与一般台前幕后一起吃杀青饭,戴上墨镜的他精神奕奕,而谢贤曾经也放言,到死的那天都会拍戏。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